哈囉大家好我是爸爸超人 那今天的話7月9號禮拜四 我在這邊呢有一個問題想要請教各位好朋友 就是在我下面這一位啊 長頸鹿兒島 長頸鹿兒島這位朋友啊 就是他身上會發這個紫色光芒 但是我記得啊 如果說你有變這個小偶魂的話 應該是不會發光的才對 應該是不會發光才對 因為我現在是有吞這個小偶魂嘛 小喬 那我現在是變什麼化神害笑 我現在是變水妖 變水妖啊 所以我身上才沒有發光喔 而且我這個水妖啊 也是全部都有覺醒啊 給各位朋友看一下好了 有沒有看到 這個覺醒赴能的話是1.1啊 所以全部都開起來了齁 那還是搞不太懂 為什麼齁 他可以發光 我不能發光 我看一下蟑螂好了 蟑螂 變蟑螂 也是沒有發光齁 所以搞不太懂這個機制啊 這個為什麼會發光齁 真的是搞不太懂 我記得我之前在打國戰的時候 也有看到有一些朋友啊 他是吞 他是吞大魂齁 但是他一樣會發這個橙色的光芒 那 這個就 欸 等一下 我現在消魂剛好沒有了齁 所以我現在身上就發這個橘色光芒了 OK 對對對 要打那個 打那個天降齁 要快點過去 不然的話會來不及 荒野修煉 如果各位朋友你們知道的話齁 再跟我講一下 好 荒野傳送光 我們都在這個荒野市區這邊打天降了 然後分流五 分流五 所以 通常在晚上九點鐘 然後荒野市 然後分流五的話就會看得到我了 好的 我妹的話什麼也在這邊集合了齁 對對對 我 展示給各位朋友看一下好 我現在打天降的話基本上來講都是第一名 齁都是第一名 很少第二名 而且是搖了領先喔 現在的話沒有吞消魂 OK 好 出了出了 來不及了 太慢了齁 太慢了太慢了 有點慢點了 很納悶 我看一下現場有沒有 就是吞消魂 又會發光的 好像沒有看到啊 好像沒有看到 是不是常見落的倒他是 VIP玩家的關係 所以才發光 好 因為他蠻常上這個國戰排行榜 也有可能喔 就是 額外的一些buff的功能 這個擦掉這個擦掉 黃功夫 感覺打人不多啊 我覺得以前剛開服的時候 我們通常都會有二三十個人左右 我們現在的話大概就剩十幾位朋友 因為 這個天降啊 有打沒打其實 說真的也影響好像也不太大 因為 現在軍團的錢啊 軍團的錢算蠻多的 好 又出了 以前的話是大家都很缺這個 很缺這個b 很缺這個b來買東西 但是現在的話 我想每個人應該都 身上都好幾十萬跟我一樣 也不知道買什麼東西比較好 所以 就打也好 不打也好 應該是這樣子喔 看一下我是不是第一名 第一名 有沒有看到 這個就是第一名啦 第一名 輕輕鬆鬆就是第一名 那這一隻黃功夫的話 應該也是會是第一名 好 待會看一下那個排行榜 看一下總共有幾個人在打 好 我估計大概十個人吧 十個人左右 彩音鳳凰小馬五足輸 好 呃 天降召喚師 好 排行 排行在這邊 好有沒有看到 我的傷害啊 七十三點六萬啊 那第二名傷害的話是五十六點一 好看一下總共幾個人 好掉了 總共的話十位朋友 好十位朋友 好那猛獻的話比較吃虧啊 排名的話比較後面 對對對對對 今天有一位朋友問我 問我一個東西 我看一下好了 我先看一下 他有問我說 就是這個蟑螂的化身 就是 有覺醒的話 點錯了 有覺醒的話 會打三次 那怎麼樣呢 他打兩次 我看一下喔 呃 覺醒 不是喔 富男 富男 好在這邊 我看一下喔 額外效果二 額外效果二的話就是 短兵加持十二以上的話 就可以 有額外這個 冰堡 加兩次的效果 啊 所以 如果說要打一次的話 只要拿加十一的短兵就可以 拿加十二以下的短兵 就加十一下短兵就可以了 OK 那我那我跟他講出來 我要跟他修正了 好吧 九點鐘呢 我要幫小朋友洗澡 各位朋友 祝你們玩的愉快 掰掰